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 老师希望擅自拿走班费的同学 可以在今天放学之前 主动的到老师办公室来找老师 杰克他承认钱是他拿的 看不出来杰克就是小偷 他都跟老师自首了 假得了吗 杰克不是小偷 我要赶快找到更直接的证据和动机 才能彻底还原真相 打翻领料又不承认的人 就是你们 你凭什么诬赖我们两个 你把证据拿出来给我们看啊 对啊 你凭什么一口咬定我们 你们没有看过美国谢斯艾影集吗 议题租入到地面时就产生飞溅 现场这么多人 吹准两个人的鞋子 有被东西破到过的痕迹 请问你们要怎么解释 这是我们早上滴答 你评测点污漬 就想指控我们 太好笑了吧 对啊 除非你拿出更直接的证据 这米咖啡是我们打翻的啊 对啊 拿出证据来 好 这样子我就提出更有利的证据来 我从楼到尾都没有说过 打翻的饮料 就是咖啡 请问你们怎么知道的 知道啊 你们怎么知道的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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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话还没说完 其实你们一开始 就被自己的脚印给出卖了 我敢打赌 地上再两双血印 绝对是来自于你们 哦 真相永远只会有一个 哎 同学 大侦探 这么快就忘记我们了啊 哦 又是你们 有事吗 你在大家面前破案是很帅的啊 可是我们都被你害惨了 你知不知道 图书馆发我们拖一个礼拜的地 还要我们当料杯啊 检举待料的同学 所以呢 做错事不承认的人 又不是我 你别要说扁他 老师 这里啦 他们三个在这里打架 我告诉你 下次没有那么好运 哎 你还有吧 没事啊 他们干嘛欺负你啊 我前几天在图书馆 逮到他们做坏事啊 谢啊 小事啊 你不怕跟别人正面一起双突 他们会抓你来报复吗 我又没有做错事 为什么要爬 正义的地方 永远不用害怕 这样讲是没错啦 可是 你不相信黑和白中间 有灰色地带吗 黑就黑 白就是白 怎么会有灰色地带 好 那我靠你一个问题 好啊 假设你现在是列车长 有一天火车突然失控了 前面遇到一个插路 往右转的话 因为轨道有限 所以火车有六十拍的几率会出轨 嗯 这条路弄不通 我选左转 别急 我还没讲完 左转的话 有九十趴的几率 可以阻止火车出轨 但是会压死五个正在修铁路工人 啊 这个更行不通 我收回刚才的答案 你还是坚持白色和黑色中间 没有灰色地带吗 想到再告诉我吧 热心 你先不要急 遗失奔沸的事情 老陈一定会查清楚的 各位同学 老师希望擅自拿走班费的同学 可以在今天放学之前 主动地到老师班公室来找老师 千万不要一错再错了 热心 你在上体育课之前 把刚收我的班费 收件小袋这里 然后再放进书包里 对不对 嗯 上体育课前 我亲手把它放进去的 那当时旁边有人吗 有 有谁 心灵 静雯 品言 静鸣 不 还有一些同学 正准备走出教室 那体育课之后 你有再把小袋子拿出来 检查一次吗 也就是说 浅衡有可能是在体育课中间 放在你的收包里 不见了 真的吗 我觉得放在那边应该很安全 所以我就没有再检查了 我的直觉告诉我 最安全的地方 就是最危险的地方 我认为浅衡有可能 是在上体育课的时候被偷走的 我来说应该要再检查一次的 如果那时候全已经被偷走了 也是于事无补 早知道会这样 我觉得应该在上体育课之前 先把班会交给阿德老师了 没关系 现在开始 我从你给我的线索 一一去追查 希望能尽快追查到真相 昨天放学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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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放学 杰克到办公室来找老师 他承认钱是他拿的 他说他是为了想要买电动 一时冲动之下 他就拿了钱 他也很抱歉 杰克 念在你是初犯 而且你现在自首的 那这一次老师就先进你身戒 当做处罚 嗯 老师希望 这种事情以后再办上不要再发生了 你回去坐好吧 谢谢老师 也请大家原谅我的行为 好 那既然 已经真相大白 这件事情 就告一段落了 我们来上课吧 课本拿出来 怎么可能 杰克不是小偷 不行 我要赶快找到更直接的证据和动机 才能彻底还原真相 看不出来 杰克就是小偷 拜托 很多事情表面都看不出来 难道小偷会在脸上写小偷两个字吗 可是其实我也不觉得杰克是小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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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虽然平常个性孤僻 独来独往 可是怎么像 也不像是个会偷钱的人 也不像是个会偷钱的人 那直接到底还有什么可以相信 他都跟老师自首了 他都跟老师自首了 假得了吗 说得也是 静雯 静雯 你好安静 肚子还会不舒服吗 没有啦 只是不喜欢聊这个 你们昨天晚上有看康熙吗 有啊 有啊 我告诉你们 我跟小孩子讲的超白痴的 对啊 对啊 我的这一半 杰克 等一下 怎么了 我有事情要跟你说 在这 刚才干嘛不在教室说 在教室不方便说 我不想让别人听到 什么事情那么神秘啊 该不会是上次那两个人 又回来找你麻烦了吧 杰克 班费不是你偷的 对不对 哈 你在说什么啊 不要装了 我猜 钱应该是静雯偷的 立心一直觉得 把班费放在就是书包里 万无一失 所以 他一直都假设 显示在上完体育课之后 才不见的 但是 我敢确定 这段时间 没人动过立心的书包 我的直觉很准 最安全的地方 就是最危险的地方 也就是说 有人趁体育课 没人在的时候 把班费偷拿走了 我的猜测没错吧 我手中的证据 都显示静雯就是犯人 我比对过大家的证词 他是唯一一个 没有具体 不在场证明的人 但是 有一件事 我一直都想不通 为什么 你要替他顶罪呢 难道 你希望我去告诉阿德老师 请他来问你吗 成为 如果你还当我是朋友 这件事 就到此为止了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就到此为止了 杰克 又可以 您的关系 你那边 你 是不是 很渐 我 他 是 最不少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整件事的情是因为静雯 在学校里发现了受伤的猫 学校知道了 一定会叫人来抓的 我又不能带回家 所以只好把他们偷偷养在隐秘的地方 可是没想到饰料和医疗费那么贵 难怪你会急到去偷班费 我当时发现静雯偷钱的时候 他吓哭了耶 一直求我保密 我必不得已只好把猫的事情说出来 幸好杰克决定帮我 然后你们还来不及把钱放回去 事情就因此而爆发了 没错 我怕老师再继续查下去 猫的事会曝光 我就决定跳出来 说是自己偷班费的 没想到竟然会杀出一个侦探 一路查到这里来 走 去哪儿 找老师 承认啊 不行 你们刚刚讲那么多 有没有在听吗 我就是有在听 才叫你们去找老师啊 这样子 你们根本就没有解决问题嘛 走 跟我去找老师 程伟 这样我 静雯 还有什么 全部都通通完蛋了耶 我的牺牲也没意义了 如果你还把我当朋友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 拜托 我求你了 拜托啦 程伟 如果这件事情被我妈知道了 我就完蛋了啦 学校知道了 一定会叫人来抓的啦 我又不能搭回家 所以只好 折托把他们养在医院的地方 可是 没想到 私料 和医疗费 你还是坚持黑色和白色之间 没有灰色地带吗 你想到就告诉我吧 程伟 你还好吧 是啊 老师对不起 怎么了 走路怎么这么不小心 老师 正义和友情 你会选择哪一个 什么啊 老师 办费是静雯偷的 不是杰克 所以我很挣扎 静雯很有爱心 但是 投钱是不对的 而且 要不是他那么懦弱 杰克也不会决定跳出来 替他背黑锅了 你认为他们忽悠对错 你并不想伤害他们任何一个人 对吗 揭露 护骨揭露都很困难 你也发现 你必不能再像以前一样 非黑即白 所以 你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 其实 跟安杰克问我的火车问题 一样无解 火车问题 就是 有一辆火车即将出轨 列车长要决定拯救多数乘客 还是少数工人性命的问题 你怎么跟老师这样了 为什么不相信我们 好 我死定了啦 静雯 你先不要着急 阿德老师没有说要处罚任何人 捷克 如果我不相信你们 我现在也不站在这边和你们讨论了 你 捷克 你还记得你问我的火车问题吗 你现在讲这个要干嘛 我问你 如果火车出轨会影响全车旅客 那列车长应该自己一个人选择 要左转还是右转吗 如果列车长不要想自己一个人 扛起那么大的责任 试着跟别人一起想想办法 是不是就会出现其他的选择 我好像听得懂你的意思 讲讲看 你要是我们想法吧 我的想法就是 老师 对不起啦 虽然我的出发点是善意的 但是 也不应该用这种错误的方法 来达到目的 更不应该因为自己不敢面对 害捷克被贴上小偷的表情 老师 其实我自己也有错 我不应该坚持做英雄的 你们并遇见难题 而且站出来跟同学澄清 这是很正确的决定 没错 这样火车问题 遇到的困难很像 所以我们想了一个办法 我们决定左转 提高全车旅客生还的几率 并且号召全部的乘客呼叫 一起抢救收入工人 可是老师怎么记得 原本的问题里面 没有这个选项 如果答案里面二选一都是死路 那就要跳出框架思考 我相信 只要大家同心协力 一定就有机会全部获救的 所以我们决定要公布真相 让全班一起想想 小猫该怎么办 你们真的很棒 这个年纪就懂得正式难题 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 就能够反省 能够改变 真的很难得 不过 不过 不过犯了错还是得接受惩罚的 老师 我又没有做错事 而且我这一阵子超煎熬的 不用被罚吧 对啊老师 我之前就已经被寄过一个申戒了 还要被处罚 可以先消掉吗 老师 但是坦白存宽 我这样应该可以算是自首吧 能不能罚轻一点啊 先让我想一想吧 你们两个怎么来了 朋友呢 当然聊聊香亭了 本来就是我做的这个事 大家应该接受处罚 事实的结果是这样没错 但是也是因为要救小猫 才会犯错的 所以行有可原 其实我真的要好好谢谢你们 谢谢杰克帮我顶罪 也谢谢陈薇辛苦地找到了真相 帮我们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谢谢你 今天事就不用再提了 我们少快一点啊 等一下还要去看小猫 对啊 对啊 我们来比赛 看谁刷得最快 不要 真正我 小大人大声话 因为大家及时广益 就更有机会想到较好的办法 因为我不是一个 会把话藏在心里的人 跟朋友说心里会舒服一点 我会和朋友一起讨论 因为搞不好可以在讨论的过程中 找到问题的跟结点 因为我的个性很内强 我怕会麻烦到别人 所以所有的苦咒往我的肚子里 因为比起孤军奋战 团体个人解决问题 这个时候你们两个人的鞋子 有被东西剖到过了 诶 请问您 您怎么解释啊 打翻饮料 又不承认的人 就是你们 年轻的故事 有无限的希望 当梦想长得越大 好